老杜,这一路走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,你一定要做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,别人可以不理解你的想法,你的行为,但是你一定要懂得自己的努力,时间会留住最真的人,白头莫闲过,青春不再来,放松点生活,你没有那么多观众,别在白天做梦,别在夜里清醒,遗憾千万种,个人皆不同, 人活着的自己宠着自己,好好生活然后笑谈人生,所有的突如其来都是蓄谋已久,你是自己人生的作者,没有谁会无条件陪你,连影子都会在阴天缺席,面子给多了狗也会把自己当狮子,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,怕会真的太幼稚了,我带你去看看平心吧,知识不是成功的唯一方法, 却是唯一的捷径,生不对,此不起,谁的人生不会遇见几个人家呢?把握生活,及时行了,世人成熟的并不是岁月,而是经历,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,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,抛开多醒,记得开心,生命是黑暗中闪烁的光,所有出于礼貌的感情,你别当真, 你之所以讨厌特权,是因为特权不在你手上,包你是情分不包你是本分,成长就是在你身上包皮抽解,别在该努力的年纪选择安稳,大道理人人都懂,小情绪却是难以控制,虚荣可以,但前提是靠自己,时间才是时间最好的良药,大事讲原则,小事讲冲度,心向理想,和之无望, 经历过的,都是成长,光阴是洪水猛兽,谁都在劫难逃,你穷,是因为你没有野心,我追索人心的深度,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,似并非生的对立面,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,写了又杀了的是心里话,直觉这种东西,真的很可怕,催开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长大,庸俗的人生大多都相仿,有人说民谣很穷, 因为他只有一把吉他,你能无底线原谅谁,谁就能无底线的伤害你,你心中无爱,不则归动,珍惜二字,学会推开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长大,别让生活耗尽了你的向往,身边小人你在地方,为人处事别太善良,没有比讲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,所有的离开都是去谋依旧的,现在不努力,以后没出现, 活在自己的眼里,别活在别人嘴里,不发生点烂事,永远也看不清身边人的模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